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是心虚 你之前填海是错误的 所以你现在缩小了 你知道啊 如果我是超官友的话 我这时候的心情就好像我刚才表演的那个小剧场这样 我之前讲我要填海 你骂我不应该填海 现在好 我要缩小这个填海了 你又骂 你这么缩小 你是不是心虚 你如果不心虚的话 你继续填海了 所以我是超官友的话 我就问你 到底你现在是要我填还是不要我填 我填海 我给你骂 我不填海 我给你骂我心虚 到底我要填还是不要填 现在 我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都有话讲就是 所以这个刘花财这个笑话还蛮好笑一下 其实也是要申请一下 朝官友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心虚 这个填海被缩小掉是有条件的交换 大家之前有看新闻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安华最近去这个槟城的时候 他就接到了投诉关于那个填海计划 然后安华愿意用另外一样东西来交换这个填海 就是他将会把这个青块铁 LRT正式带进槟城 是已经白纸黑字承诺的了 这一次是打风都打不掉了 就用这个槟城的LRT计划来换取这个政府 把这个原来的填海计划给缩小 这个新闻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 所以槟城政府也非常乐意的接受了这一个宪议 所以为什么这个填海计划会被缩小 绝对不是刘花财所谓的信息 就是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交换了 所以刘花财他好笑是 填海那时候又被你骂 现在把填海缩小了又被你骂 到底你想怎样 好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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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